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大師陳冠宜老師 告訴我們哪些良好的風水格局 可以讓小朋友乖巧有成就 有這麼乖的嗎 這樣也沒罵也不打的 能夠讓我們小孩子的乖巧 有成就的風水格局 我們今天來介紹了有兩個 第一個是從外環境 一個內環境 因為外環境的氣場跟內環境 是不一樣都會對應 有跟我們人的一生當中 命運 小孩的成長都有對應關係 所以我們的形象對應關係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來看這個 第一個是說 住在獨立 單純 雄偽 步步高升的宅屋 什麼叫獨立 單純 雄偽 步步高升的 我們看這一棟樓 我們看這一棟樓的時候 可以看到說這個房子 是不是獨棟一個區塊 只有獨單一獨棟的 不是像集體住宅好多棟的 事實上有好多棟的時候 他們的氣場是互相干擾的 那我們在這個區塊裡面 只有單一獨棟的時候 就代表他是單一的 所以個性小孩的成長當中 他必定就比較單一 比較單純 所以他是比較獨立 就比較獨立 比較單純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獨棟大樓不是矮樓 所以他是高樓 所以他非常雄偉 所以小孩自然而然就會 比較好的成就 那成就當中 我們在講 步步高升的宅屋 什麼叫步步高升 看這個大樓可以看到這樣 你看他的外型 外型就有一層一層的 這就代表說 這個樓層是一層一層的 像爬樓梯一樣往上升的 所以知道說 我們小孩我們住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面養育了小孩之後 這個小孩住在這個空間 一直在這個空間成長的時候 他必定就會非常單純的 非常獨立的 有自我自治的 而且在外面的時候 他會有自己的外型都非常好 那外型好之後 他又有步步高升的時候 就代表他一直在往上漸進的 他不會像有些小孩 大起大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有很多 這一個大企業家的兒女的時候 你看他們住的房子 都不是單一獨棟的 常常住的都是隔壁有很多大樓的 這集體住宅的時候 他們的氣場就跟隔壁的環境 一直在干擾 所以他們小孩的時候 一直養育的時候 給他們養尊儲又養大了 又送到國外 一回來之後你看 常常吸毒了 做壞事了一堆 就包括這些 不管是首富 不管怎麼樣都是有關係 因為他住的不是單純的 所以我們建議說 他基本上如果你希望 我們的小孩 一生當中能非常有成就 非常好的話 我們能夠選擇的房子 最好是單純一棟 單獨到 但也不要太渺小的 要壯一點的 壯一點之後 他的氣場外觀也很重要 要選擇外觀 所以外觀當中 如果他有三到六條 就是切腳到處切了 歪過去歪去扭巴 未來我們臺北可以看到 有時候那扭轉的大樓有沒有 那多豪宅 住一棟大樓之後 那一棟大樓都是好幾億 但未來跟我們如果 可以拭目以待 未來如果住在那邊 有錢人住在那裡之後 未來他們小孩 你就可以看到未來小孩 絕對會有很多問題 他說可以在那邊發大富貴 也會在那邊大損大破的 所以這個氣場就必定是這樣 因為環境造就人的腦筋 因為我們在風水在講的時候 他就形象對應的關係 所以叫形象對應的關係 就是氣 氣 你住在這裡 你每天四成千掃描進來之後 這種能量在腦筆裡面 就是映入裡面所有的心 所有的思緒 所以你的發展過程 就會跟那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 我們小孩能夠乖巧 有成就一定選擇單一 單純雄偽一點的大樓 絕對是好事 這是外環境可以看出來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的時候 居住在正北正南掛位 有微凸的宅物 你看這個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正北 在東北朝西南 這邊採光面 叫做東北朝西南 我們節目做了這麼久 十幾年了 但是有很多觀眾出去 常常碰到我還問我說 老師到底我們是隱門論壇 房子的坐像還是哪個論像 連論像都還沒有聽清楚 房子坐像以最大的採光面 來論像 所以這個房子 最大的採光面在這邊 就是房子的像 那這個房子這邊叫東北 所以這邊西南 所以叫做東北朝西南 不要管你家住陸戶門 那個門是在哪個地方 鄉下以前 我們住鄉下房子的陸戶門之後 庭院那個門就是坐像 但是現在高樓大廈不能以門論像 要以採光面論像 是 那在這個地方之後 我們在東北朝西南 那西南之後 北方在這裡 是 這裡是不是後陽台突出了一點 所以這個房子 就不是正南北向的 對 是東北朝西南 東北朝西南 所以北方就會在一個角角上 對 北方就在角角上 所以說又有錢 如果你是坐東北朝西南 事實上如果你現在這幾年 在這十五年 如果你住的這十五六年 住的是東北朝西南 相信你的房子 只要沒有特別的沖煞 應該在這十年 你大發富貴 因為東北朝西南 現在是當運的掛位 就是天星能量 現在是灌輸在這個東北朝西南 它是發富貴的載地 那當運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房子當中 你又有正北 正南 什麼叫正北 正南 這就會乖巧 因為正北叫做中南 正南叫做中女 我們所有的牌子當中 各位想想 你養了幾個小孩之後 大人 二的 三的 到最後我們可以想說 老二都是比較辛苦 但老二都成長得比較好 因為老二他做老大有時候 父母會比較疼愛 疼愛有時候 老二就比較辛苦 什麼都要他做 老腰也不用做 所以這種中間夾在中心的 所以老二都辛苦 他的成長成就就會比較好 所以說 而且他就做到老二 我們在風水學的 叫做中規中矩 老二比較乖 對 比較乖 叫中規中矩 所以自然你住在這個房子 只要你的房子的面積使用的時候 你把你們家裡面的平面 都拿出來 把他指北真 我們現在每人手機上都有指北真 把他放在指北之後 把他放在圖上面 看北在哪裡 藍在哪裡 如果是剛好這樣 這邊有一個微凸出來 這邊有一個微凸出來 這個出來 我們要怎麼看 這個畫陣 畫陣的時候 這邊有多凸出了一點點 這邊有多凸出一點 所以這兩個掛位突出了 所以代表這個家的小孩 必定乖巧 而且還會很有成就 不同的缺角 不同的突出 一定有不同現象 像這個房子 如果像這個地方 那在這裡 如果突出在這個角度的時候 這個叫東方 東方突出了以後 東方叫老大 長男 所以你就到長男這個時候 你這個小孩 你變不是乖巧了 他不是乖巧 就代表非常倔強 非常難管 所以不同的掛位 也會有不同的現象 所以說居住環境當中 我們要選擇說 整個環境的配置圖裡面 每一次我們去買房子 或是住一個房子的時候 把那個配置圖拿出來 平面看一下 有沒有太大的突兀了 內格局不要太突兀 外格局不要有沖煞 這就是好房子 當你住到一個 外格局又有這麼雄偉的 內格局又有這種 正北正南圍圖的 相信你的小孩住在這裡面 不管你養幾個小孩 每個小孩都非常有成就 而且非常的乖巧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好